大鞋上挂 屠夫能管到门 我们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 如果冲不了门的话 倒不如去赌一把 罗地亚都说 机会 稍重几时 把握好机会 抬手 最近 OB位 往往能在最关键的时候扭转战局 还不够 我的目的是保下他 回头再给一拳 魔术倒地 招准机会 直接打下来 再帮忙扛一刀 保住魔术师 成功拖到机子压好 他牵不牵 其实并没有什么所谓 四人开门站 已成定局 但是 开门站被噩梦招出机会 打了一个三人残局 魔术师想强行走门 但是 被拦住了 倒在了门里面 不过没关系 这个位置他不能不挂 那么现在 谁是猎物 红蝶人家住遗产 且两个人都是残血 是一个大逆风的烈士局 红蝶掛完人之后肯定会过来 所以咱们先拉开 想要救人的话 必须得创造一个救人的机会 我手里都是大遗产 所以他不可能不过来 那么这样的话 他离山瓜的人 就有了一定身具 这样我们才有操作的可能性 但是 我们是半血 没有任何的容错率 就说他在外面重新开了新机子 我们不能着急 那么着急的 就是他 但是即使如此 还是不能放松 因为机子还是美好 所以我们自己的话也不能倒 看他手 飞轮 风铁很明白 时间很紧张 这个闪现抢血奏 抢得很果断 但是 紧急刚刚好够 可能 正是越极限的东西 往往才越赏心越木板 那么不好意思 拿下 学徒瞄倒 但是没有关系 这波的话 先逼他放人 他手里有锯子有闪现 大概率会来处理我 板子先下 然后贴着板子 不要走 让他自己预判我们的位置 身为够的话 就直接翻 不够的话 还可以顶飞轮 那么现在 唯一开始 这次 小手大概率不会松手 所以直接勾 把人放下 回头飞轮 球图再次倒地 不过这次 小手选择先来处理我 那么我们要做的 就是不要给他机会 一接锯子很慢 所以直接反勾就可以 他距离是不够的 开锯子 直接交勾 这波小手逼了道具之后 大概率回去挂人 但是没关系 发信号让拉拉队员 帮我们解CD 这就是单排之间的默契 那么这一次的话 咱们改变博弈习惯 直接出锅 看他1693 咱们过来帮忙 OB是不分角色的 你的失误 我来弥补 还剩一台 场上的局势的话 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 那么咱们争取 不要给到他任何的机会 再扛一刀 当然了 这不是为了 刷分啊 最后呢 也是如愿打出了一个四人开门站 不过呢 勘探员倒了 是一个稳三跑的局 但是 我们还想再争一争 用命已经提前蹲好了位置 而利教点就在勘探脸上 运律本来就是一个必输的局 所以他肯定会过来想着多捞一个 那么利用这一点 咱们尽可能的多拖一点时间 为用兵创造条件 这个地方尽可走门 退可走地窖 即使也打好了辅助洞 似乎一切都站在了我们这边 把运律压住了看看走门的身位 把他往回逼 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快走门 剩下的 交给他自己 观战一把 我双排的钉尖故东商 OK先一棍戳子空气 这不预判猫跳 什么都没预判到啊 被晕住了 但是问题不大 鼓声可以帮忙叫棍子 好好好 我鸟笼那里有洞 你可以往那个方向走 你实在不行 你打他一个眼的走洞啊 你 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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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转我的洞 你好那么大声干什么嘛 哎呀我正服了 我跑这鸟笼神殿的地方 你还能找得到我 没关系 咱们等着稍微过来点 再一个洞机打 卧槽 有屎 一个洞 卧槽 两坨 飞轮 其实吃只猫也不错 这样的话 A云A 没打出来 也行 好救 好救 能救下来人的钩东商 就是好的钩东商 好吧 这个板子一踩 我往哪走呢 抽不到 但是我没地方走了呀 这板子你也踩 完了 这鸟笔往哪等着猫 把我架死我 走哪呀 我 别 大哥 别 错了 哎呀 别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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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子压好了吗 压好了 哎呦 我往哪脸上走 哎 这一刀 这一刀 好浅 那我就不信了 我今天一个游用的洞 我都打不了 躲一下 板子一踩 这个位置 小雷肉容易被骗 没关系 咱们一个洞打回去 很多人其实问我 阿方那种人狠菜呢 那种苗岛的卖掉 阿方那种苗岛的卖掉 人马上罗岛 来楼子 咱们一会儿 什么 再来 罗岛 尔远 你 真是 我 帮你 我 试 我 我 我 谢谢 我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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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